日前永康一名康妈妈 会除女儿庞大医药费对抗罕见疾病 努力卖水饺的故事引发网友热烈回响 今日前台南县长苏文智 市议员正王亚云 以及台南市新议员协会接前往关心 希望能提供帮助 会后苏文智也表示 他会向微服部提出将血小板地下证纳入健保的可能 希望能减轻家属庞大开销 家属表示 女儿在五年前罹患罕见的血小板地下证 只要一流血就难以止住 医师也建议 女儿要在明年暑假月进来之前 进行疲障切除手术 不然会有血流不止的危险 俗称值班的血小板地下证 由于未纳入健保给付 目前家属靠着卖水饺存手术费用 压力相当之大 对此苏文智认为 这是政府错误的医疗政策 我们的健保给付里面 这么呆板 就是只要只班了通通不几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我们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说 只班也会死人的 苏文智说 他将透过各种管道 向卫福部提出 血小板地下证纳入健保的可能 判减轻开销 所以我们认为 借这个案例 我们应该要呼吁政府 那么这些血小板地下证 低到某一个标准的人 那么政府应该要纳入健保机 不过康妈妈强调 世上还有许多更急迫 且需要帮助的人 因此大小捐款 他们绝对不收 只要大家认同 他们家的水饺好吃 愿意常来吃就好 或是人友会包水饺的志工 愿意来帮忙 他们会比较乐意接受 同时也感谢 这几天网友的热情支持 他们会更努力工作 不放弃任何一失希望 记者就知道台湾采访不到